文章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他放弃皇室身份 却无法摆脱舆论漩涡 10月26日 真子嫁给小氏归整三年 作为日本天皇得人的侄女 皇嗣秋小公文人的长女 真子在婚前的身份是日本皇族 媒体和大众叫他公主 日本官方称他真子内亲王 结婚后 因为丈夫是平民 他没有了皇室身份 名字从夫姓成了小氏真子 在一些人看来 真子希望摆脱皇室的繁文入节 和各种限制 追求自由的生活 但伴随着他的选择 新的外界质疑 及所带来的舆论压力不断出现 最近日本媒体爆料称 真子之前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工作 是靠父亲的好友许诺娟文物换来的 而这位好友最近破产了 导致真子的新工作也没有了下文 博物管理的志愿者 今年二月 一直被嘲讽软饭男的小氏龟 终于在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 当上了正式律师 要知道 为了获得律师职业资格 小氏龟在婚后 联考了三次美国纽约州司法考试 前两次都鲨鱼而归 还曾被网友调侃一番 直到2022年7月 他第三次参加考试 终于通过了 这个证书 不仅对小氏龟重要 也关系到真子的生活质量 2021年5月 小氏龟从纽约州福特汉姆大学 法学院毕业 10月便与真子结婚 然后一同赴美 定居纽约 当时 他的工作是在当地 一家律所当法律事务专员 也就是助理 同时准备司法考试 对小氏龟来说 如果当不上律师 可能面临失去工作 在美签证过期的后果 那样 他只能回日本求职了 与此同时 真子的工作也始终没有着落 直到2022年4月 突然传出 他成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志愿者的消息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位于纽约第五大道 收藏有300万件展品 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 在全球的知名度也很高 据报道 真子与小氏龟居住的豪华公寓 距离该博物馆 只有10分钟的车程 这所公寓面积不大 但租金不菲 单居是月租金 约合3.4万元人民币 当时小氏龟的工作地点 在曼哈顿区 距离公寓也很近 所以尽管租金很高 住的也不宽敞 夫妇俩还是选择了这里 从专业背景看 真子的确适合在 艺术博物馆工作 他毕业于日本国际基督校大学 获得了艺术和文化遗产学位 2012年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 攻读艺术时候 又于2016年 在英国莱斯特大学 获得艺术博物馆和画廊研究硕士学位 结婚前 他还曾在东京大学博物馆 担任特别研究员 据媒体透露 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真子主要是利用自己 在艺术史方面的专业背景 进行策展 讲解 撰写艺术品介绍等工作 相当于适用期阶段 如果他能被正式聘用 年薪可以达到70万元人民币左右 不过在此之后 并没有传出真子转正的消息 报时小事归 通过司法考试后 又努力了一年多 终于当上了正式律师 收入自然 水涨船高 然而 家庭收入提高后 夫妻两人却从曼哈顿的高级公寓 搬到了纽约郊区 距离市中心有一小时的车程 他们身居检出 行踪变得更加低调 于是 外界有了种种猜测 包括猜测小事归工作变动 真子想生孩子 甚至两人感情生变 等等 直到最近 日媒爆出 日本伊氏集团创始人 兼会长伊氏燕信破产的消息 隐匿在真子美国生活背后的监护人 才浮出水面 鸡蛋大王的斡旋 伊氏燕信 1929年出生于日本富山县 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小农场主 主要生意是卖钢孵化出来的小鸡 1946年 伊氏从当地的农业学校毕业 投入到家族产业的经营中 二战后的日本处于经济恢复期 伊氏抓住机会 在农场建立了现代化的鸡蛋生产线 生意越做越大 1962年 他创立伊氏集团 很快成为日本最大的鸡蛋供应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伊氏开始进军美国市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很快变成为全美最大的鸡蛋供应商 并有了鸡蛋大王的称号 除了卖鸡蛋 伊氏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艺术品收藏 他建立了伊氏文化基金会 还出版过一本书 我用鸡蛋买的毕加索 在各种艺术品中 他最热衷的是中国瓷器 第一件藏品 就是明代永乐时期的青花瓷盘 据业内人士透露 伊氏的购买力 在日本藏家中是非常强的 只要喜欢 从不还价 不过 他坚持宁缺无奈的原则 藏品少而精 在三十多年里 只收藏了二百多件真品 伊氏与真子的父亲 秋小公文人 是老相识 文人自幼就对家瓷感兴趣 曾多次出国考察 日本家瓷的起源地 还发表过论文 出版过书籍 因为研究家瓷的原因 他结识了伊氏 两人成为好友 据媒体披露 当真子夫妇决定赴美定居后 文人便把女儿女婿 托付给伊氏照顾 伊氏自然不能辜负好友信任 主动以监护人自居 在纽约处处为真子夫妇 铺路搭桥 作为收藏家 伊氏与很多知名博物馆的高层 都有接触 真子能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当志愿者 就是伊氏介绍的 他还向博物馆方面承诺 如果能让真子 当馆内日本艺术品部门的负责人 就会捐赠一批稀有藏品 博物馆方面欣然同意 然而 真子在工作期间 表现出来的专业水平 和综合能力 令人堪忧 虽然 他在国际基督教大学 修过博士课程 但中途退了学 没能拿到学位 这让他在艺术品介赏方面 力不从心 此外 尽管真子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对专业术语的掌握程度 却不够高 为了让他能快速完成工作 博物馆给他配备了 级别非常高的研究员 专门协助他的工作 级别如此 真子还是达不到要求 据与真子共事的人员透露 他的日常谈话内容 过于单薄和幼稚 有一次 在和同事一起参观 印象画牌展览时 真子无法流利的 与他人进行交谈 在众多印象派画家中 他只能说出 几个大众都知道的 代表性人物 虽然当正式的研究人员 不够格 但有衣士的面子和承诺 真子想在博物馆里 找个工作 还是可以的 事实上 博物馆方面 也很看重他的家庭出身 如果能够和日本皇室 搭上关系 在相关的艺术交流合作方面 会有很大优势 然而 真子似乎并不想 以这样的方式入职 他主动选择了离开 一世得知后没有生气 还邀请了旅美的 日籍诺贝尔奖得主 真郭书郎 和东京电视台前 CEO与真子夫妇 共进晚餐 希望再帮真子介绍工作 没想到的是 工作还没介绍成 一世自己的事业 先出了问题 去年11月 一世的企业被爆出经营不善 并有巨额负债的消息 为了还债 他开始变卖手中稀有藏亭 但最终没能渡过难关 今年1月 一世申请了个人破产 正是在同一时间段 真子夫妇从曼哈顿 搬到了纽约郊区 何时真正独立 自从2017年 与小诗龟定下婚约 真子就一直处在舆论漩涡中 媒体不断爆出 小诗龟家族 及其本人的负面消息 导致真子成了日本现代史上 第一个没有半婚礼的皇室成员 他拒绝了嫁妆 逃离了日本 却摆脱不了独立生存 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 依然需要把他身上的 皇室标签展示出来 2023年6月 小诗龟被调离律所的 企业法务团队 进入贸易安全保障团队 8月 他又被调入风险投资团队 9月 该团队更名为政府桥梁团队 日媒评论称 小诗的两次调动 仅间隔两三个月 在等级森严的美国律所中 实属罕见 所谓政府桥梁 实际上是帮企业打通 和各国政府的关系 据业内人士透露 小诗龟的岗位 是针对超级大客户的需求设立的 律所看重的是 这个皇家女婿 与日本政府的关系 在律所看来 她拥有超强客户资源 对于真子夫妇的独立之路 日本国内舆论并不看好 有媒体评论 纽约律所的工作 是那么简单的吗 小诗连业界资历都没积累 就担当重任 仔细想想 肯定有一些不自然的力量 在背后运作 如果皇室和政府 真想要小诗和真子自由的生活 那就放开手 让小诗凭实力去讨生活 今年2月 日媒曾透露 小诗龟的律所 将派她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工作 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地游说美国政府 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至于真子的工作 也依然没有着落 在衣食破产之后 她或许需要一个新的监护人 中文字幕作者 杨格沟和 Force